南港 南港 它除了三鐵共購 交通方便以外 那這一些食衣住行 我想會越來越方便 我想會越來越方便 附近的商場的話 CityLink環球購物中心 還有預計在2021年 要開幕的LaLa Port 都是在這附近的 在政府極力推動之下 台北東區門戶計畫範圍 涵蓋南港全區 以南港車站為核心 有交通轉運 經貿會展 軟體產業 文化新創 生技產業 等五大功能中心 三千億資金 挹注政府建設 財團開發 公辦建設 商引潮流 在未來幾年裡 南港將成為第二個信義區 與市民一起傾訴 新東區願景 亞新國際新潤新業 看準南港未來趨勢 以及攜手在南港 打造指標型建案 晴天森林地址在南港的 枢紐核心 最重要的是五鐵共構 帶來的交通便利性 南港2021後引領未來一百年 讓我帶你一起品味 美式均職生活 還有巴洛克建築的城堡吧 是因為順著東區門戶計畫的發展 所以我們有幸進出這個地方插旗 那我們在交通上面的話 我們本身就有台鐵跟高鐵 還有板南線跟萬物線 未來目前正在興建的話 也有基隆輕軌跟宜蘭高鐵 東區門戶計畫的要點 我們剛好都有符合到 目前的潮流跟需求 像好比說它之後生技啊文創啊 以及它之後展覽其實基本上 都是我們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如果以生活經驗上來說的話 我們步行基本上都可以走到 然後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未來的微風、百貨、CCLink 跟苗屋書建 基本上這個區域本來也有 好比說百貨商場啊 好比說公園律令 基本上都是非常豐富的 那我們在規劃的話 會地上26層、地下4層樓 那坪數的話是21、26、38、46 四個格局 主要是2到3房 其實非常適合小資族 跟三代同堂一起入住的 特別的話應該是地下室 一般來說地下室屬於封閉的空間 那我們地下室的話是天井漏空的 我們會搭配水不強到地下B4 所以等於是你的地下室會有陽光跟空氣 以及水在做個交流 剛剛你講就有那個畫面感就出來了 所以每天停車回家都是一種享受 是的 柯市長在推動的東區濃湖計畫嘛 因為基本上台北市其實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做很大的發展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看像好比說 南港車站啊到雙方車站 這中間的一大段距離 未來全都是都跟住的三半 所以可以看到說很大的就業機會人口 帶動之間的經濟發展 所以未來南港可能會是 可能是第二個新計畫區域 最堅持的就是這個構架跟機能的健康 讓這個房子的壽命可以很長 然後當一個房子它很 基本上的股價很健康的時候 我們會再透過適當的包裝 讓這個房子變成一個成果之家 這是我們在設計這房子基本的堅持 所以房子本身的構造是它的基礎 這個人骨骼一定要很好 那它就可以壽命很長 因為不能只是呼應大家說 在外表看起來很漂亮 其實這個東西 你們看不到的東西 更是我們要去把它掌握住 我們身為一個建築開發商 我想我們的社會責任 就是除了蓋好房子以外 我想我們對這個都市的一個景觀 是一個創造者 我就講一棟建築蓋好 大概在這個地表上都是 五十年一百年以上的這個時間 那我們把每一塊基地 都當成一個藝術品來設計來規劃 當然我們在建築我們也是在十幾年前 就聘了日本的這個田中顧問 來輔導我們整個用日系工法 來興建這個房子 所以我們一直用自己要住的心情 來做規劃 也用自己要住的心情來蓋房子 所以我們一直期許 我們是這個城市景觀的一個加分者 而不是一個城市景觀的一個破壞者 北市新東區門戶計畫 清止南港三千億建設巨資易住 完美結合繁華與寧靜 兩大上櫃品牌一起攜手打造 一千八百坪浩瀚基地 南港指標新普特區 在2021後讓我們一起擁抱 文創 時尚 綠海絕美的晴天森林